女人钻进儿子被窝 狠心用菜刀砍断了他的烧火棍 而这一切 只是为了报复丈夫 让他断子绝孙 听到儿子的惨叫声 父亲立马冲进房间 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 儿子正痛苦呻吟 大腿间满是渐染的鲜血 他看着妻子手中带血的刀 重重地扇了他一巴掌 他命令妻子将儿子的烧火棍交出来 或许还能接上去继续用 但谁知女人直接塞进嘴里 用力咀嚼起来 丈夫气地冲过去掐住他的脖子 再伸手撬开嘴巴 摸索着儿子的宝贝 但妻子就像疯了一样 死死咬住了他的手指 看来烧火棍已经是尸骨无存 那些保密要紧 他赶紧将儿子送往医院止血 女人看着满地狼藉 突然后悔刚才的一时冲动 他想催吐 但根本吐不出来 他已经没脸面对儿子 于是便亮亮呛呛地离开家里 从此不再出现在父子俩的世界中 这边儿子经过一番抢救 终于止住了血 在护士的搀扶下 他一蹶一拐地走出来 父亲一脸愧疚地看着儿子 这场家庭悲剧 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要不是他和杂货店老板娘有一腿 妻子也不会为了报复他 把气撒在儿子身上 导致他现在彻底残废 不能像正常男人一样生活 因此受尽同学欺负 经常被扒下裤子围观真容 男人罪恶深重 想用枪自己解决 却意外在网上 搜到了手术移植的医学手段 他果断来到医院 准备摘出自己的烧火棍 送给儿子当礼物 这个性感老板娘有多不对劲 见到有小鲜肉进来光顾 他就主动展示自己的商品 可男孩却突然怂了 因为他的烧火棍 在很早之前 就被母亲给亲手割掉了 他一把推开女人 匆忙逃离便利店 不料却碰上了学校的小混混 他们围过来扒男孩的裤子 好奇没有烧火棍的身体 到底长什么样子 吵闹声惊动了老板娘 就在他准备出手相助的时候 一群社会小混混冲了出来 行侠仗义 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只是为了在老板娘面前 彰显自己的男人味 然而对方并不吃这套 剑软的不行 他们就直接硬上 男孩立马上前劝阻 却被大哥给教训了一顿 其他人则抱起老板娘 带进小黑屋实施犯罪 事后男孩无辜背锅 被抓到了警察局 父亲得知情况后 赶紧向警察担保 自己的儿子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说完就去拉开儿子的库链 给大家看看证据 众人先是大吃一惊 接着便开始哈哈大笑 原来这男孩根本没有作案工具 瞬间男孩的自尊心遭到了践踏 他将一旁的取笑者干翻在地 彻底失去理智地殴打对方 最终他也因此被判处拘留 几天后儿子被保释出狱 父亲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最近国外引进了一项新技术 能够移植烧火棍给儿子 重新做回男人 谁知两人又突然收到最新消息 近亲见的烧火棍无法适配 也就是说 儿子想要做回男人 就只能用别人的烧火棍 他找到老板娘 打算和他一起合作 像共同伤害过他们的小混混报仇 就这样 老板娘按计划 把他骗到了店里 女人手持菜刀 对准致命位置 斯拉一划 再用力一甩 小混混的烧火棍被彻底摘除 一旁的男孩如获至宝 捡起后迅速跑了出去 他要把这个男人的象征物 移植到自己的身上 重新做回男人 小混混哪肯罢休 一路穷追不舍 就这样 两个男人在大街上 抢起了烧火棍 混乱中 他们一个手滑 把东西甩到了公路上 两个人提心吊胆 最终 眼睁睁地看着一辆卡车 碾压了过去 虽然用来移植的烧火棍没了 但男孩很快在网上发现 一家医院 能够用近亲的烧火棍 做移植手术 父亲当即联系了医生 把自己的烧火棍捐了出来 儿子最终成功恢复了男儿身 然而坏消息 却接踵而至 儿子装上父亲的烧火棍后 始终无法直冷起来 装了 就跟没装一样 然而医生也搞不清楚问题所在 几天后母亲离家归来 儿子见到他 居然奇迹般地出现了反应 原来 烧火棍还会认主人 而且一认出来 就不是儿子能控制住的事情了 他迅速和母亲滚在了一起 父亲看见后恼羞成怒 这一刻一家三口 又一次陷入混乱 父亲手持菜刀 一把推开妻子 冲进儿子房间 想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 最终事情僵持不下 父亲决定拿出手枪 把枪口对准眼前这个罪魁祸首 而他含着泪水 也没说什么 静静等待着死亡 儿子被枪声惊醒 他来到走廊看见 触目惊心的一幕 自己的父母 居然都开枪自尽了 从血迹飞溅的方向 可以猜测 两人都是自我了断 如今只剩儿子一人 他拿起手枪 对准了罪恶的源头 这部电影就像莫比乌斯环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因果循环 报应使然 导演荆基德用极致重口味的手法 表现了人性伦理与性道德三者间的关系 以极其泯灭人性的方式 演绎出了三观不正的极端后果